Hello,大家好,我是樱桃杨子 Hello,我是伊登大叔,大家新年快乐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稍微悲情一点的话题 就是港台艺人之后在大陆的发展 我跟伊登大叔聊了一下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每年都在聊这个 每年都看你会不会越来越难胜传 虽然我们不是艺人 但是这也是一个跟这一行事实相关的 一个职位嘛 是啊,你怎么现在装这样 你每次都是看笑话的样子 不是看笑话 你现在装什么装啊 我们都不在那边了 真面目露出来吧 我不能,还是要带着这个猫头 好,那么呢 既然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港台艺人的生存越来越难 还有以及后面的何去何从 我们两个的看法 那我们自然要先讲一下 以前是什么一个状况啊 对,这以前是不是很容易上船 其实我觉得 我代表台湾,你代表香港 就是我印象中 环珠哥哥在大陆爆火的时候 应该是不是那个时候 才是台湾艺人比较多去发展 因为我09年到大陆发展的时候 其实已经蛮多台湾的艺人啊 还有这个幕后工作人员 通通都有在那边发展 只是有一些人你们可能不知道 毕竟你们知道的一定都是相对有知名度的嘛 香港艺人到大陆发展是什么 最初是,尤其是电影界是去拍电影 因为就喜欢它比较多那个古装的景 比较大型的古装 那是已经有了 对对对 航天之前已经开始去拍了 比如说像周星驰的唐伯湖 扁秋香啊 我记得连古德教的第一部电影 《代老拜寿》也是在大陆拍的 那段时间很多这种古装喜剧嘛 所以一开始是拍戏 不是说真的去发展 这我记得就是很早以前 我看过琼瑶的一个访问 他当时也是去大陆拍戏 我记得他提到一个就是 他借就是好像有一场戏是要大象好像 然后呢 比如说他要 我忘了他要多少吃大象 但是结果他们说OK 但是准备之后来了 好像只来了两只还是 反正就他就傻眼 对,所以我有这个印象 所以那个时候只是 比较多是纯粹是为了拍戏 还有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 也是比较便宜嘛 也有加分考 这个拿那个唐宝虎点秋香的那个例子 其中有一场戏就是 我想找小姐的肩膀来搭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那怎么办 我是一个黄花龟来的嘛 我知道 古装警察其实那些 河不是真的河嘛 所以那些水其实是挺脏挺臭的 那没有演员愿意跳 然后这篇人就问现场一些 卢花不愿意跳 结果呢 他只是给 我其实不是侮辱性 但是当年的情况确实是这样 他即便给十块钱 已经很多演员 就是临时演员愿意去跳那条很臭的 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很多香港电影的人来说呢 去大陆拍戏就是一有很多景可以挑 尤其是古装 第二就是那个所有工作人员的费用成本比较便宜 这种高难度的啊 我们当时都吓到说 因为他要拍一个功夫片 然后他已经筹备了半年 找这些武行在那边练套招什么的 可是我们就问他说 那有好多的危险动作可以找得到人吗 然后那个钱什么 他说大把 再危险你记得吗 都有 而且很少钱 他说一个原因是很多人都想成为Tony家第二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需要钱 因为我问他这么危险 因为他每一个就是拳拳到肉的那种 真打的 真打真跳真叠 我说哇这么难的动作 你会不会没人愿意演 他说刚刚相反 越难的动作越多人愿意演 因为钱多 钱越多 所以最初其实是为了拍戏的记作的方便 后来真正很多艺人 去大陆发展的 那当然最红的 比如说陈龙大哥啊 刘斗华啊 就是那些 这种无所谓 因为他们全世界都可以发展 反而我们的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有一些演员在香港 其实不是很红 甚至是没什么名气的 但是去了大陆都成为一线的明星 我印象最深应该就是何润东 很多人已经忘了他其实是香港人 我一直以为他是台湾人 但是香港人去了台湾 他发展OK 然后去了大陆就大红成为一线 然后第二就是陈浩铭 陈浩铭在香港小有名气 但是不算是大明星 他是电视台 电视台 他最出名就是演那个笑容机 演孙悟空 然后在但是去了大陆 演了激公系列之后就大红了 还有就是刘凯威 就是杨幂的老公刘凯威 他在香港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他在香港的名气不及他爸爸 因为他爸爸刘丹是一个很有名的资深演员 谁及得了爸爸 没办法 他的名气还比不上他爸爸 但是去了大陆他也是成为一线的大明星 还取了一线的女明星 他陈伟廷 对对还有陈伟廷 陈伟廷在香港也是普通的歌手 不是没名气 但是不是非常 然后去了大陆也是成为 而且赚了很多钱我听说 当然一会再说 一会告诉你们 我记得有一个事情很好玩 就是陈浩大哥当时在2009年 有一个地产商的楼盘 他好像是代言拍这个广告 就拿了800万人民币在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那个地产楼盘是在鬼街 就是北京的鬼街 那边挺贵的 是在东二环 但是鬼街不是有鬼的意思 是九大鬼 广东话狗带鬼 就是吃的菜式的意思 对对对对 有很多卖小龙虾什么 那边有很多餐厅超好吃的 所以那边的楼盘 就是从大哥代言的楼盘 旁边就有个四合院 四合院在那边不得了的价钱 这个楼盘跟四合院 都是属于同一个老板的 是这个老板告诉我说 陈浩大哥他请来代言 他的这个楼盘 800万的人民币 加上什么呢 加上一个优惠价 让他去买这个大楼 这个大楼 也就是后来房主民出世的 那个地方 那他为什么会告诉我呢 没有什么猫腻的关系 然后那个楼盘的那个老板呢 他也有一个影视公司 是拍古装电视剧 所以其实我的第一桶金 就是作为编剧的第一桶金呢 是帮这个老板的公司写的 我 他有给你楼吗 没有 我跟你讲 差多少 陈浩大哥是800万 只要拍张照片 我是写了半年 给了我20万人民币 但是我还是超感动的 那是我第一份独立合约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那一天我还是拿现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现金 但是走个原因 你是用一个塑料袋吧 他用一个塑料袋 不是我 是他通知我去公司 我们合约是先签了 还没拿钱 然后他们公司通知我去 他公司拿钱 我记得我还找了一个朋友去 拿那个限 他是就我们看到现金的时候 我们都 为什么是给现金 好那没关系 那我们两个在那边数了半天 可是 我们两个都不太会数操 我们数到一半就放弃了 我们想 这样的一个大老板 应该是不会骗人的 所以我们就放了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20万去存钱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了 就是我们弄好 已经大概晚上8点之类 柯亚有那个存款机 我们两个还是去存款机 存款机不可能一针存20万 对就是你要慢慢一笔一笔存 因为还有就是 我这个比较小家子气 我怕他是假钞 所以我觉得有存款机能存进去 我一定要眼见为比 你知道一定要百分之百确定 那是真的不是在做梦 所以我无论如何 就拉着我朋友去存 但是存款就要一笔一笔 这样存很慢嘛 而且 当时又还有人排队 很奇怪这么晚 他们可能是提钱 可是我们两个就很紧张 因为怕人家发现 我们两个拿了一大笔钱 然后还在那边拼命存 谁知道会不会有个人突然间 这两个小女生 就你知道吗 那时候弄得我好紧张 这是印象很深刻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其实从我加入这一行 2009年 这十来年间吧 演艺圈其实还经历了蛮多的风波 从0809年就是我们刚刚去大陆的时候 刚刚上因为那个08奥运之后了 就是整个北京 就是无论是演艺圈什么圈 那个楼市 就是08年一个房子是80万 到09年已经是100多万 到那个10年已经200多万 就是每年翻倍翻倍的这样 所以那个资本 我们应该是最高 应该是1314年 肯定就是那个就是 就是之前我们去咖啡厅 每一座都在谈 我要拍个电影两个一 我要拍个电影三个一 每一座都在谈 对很像那个台湾早期 当时听说我没那么老 我是后来听人家讲 就是好像走在西门丁 说什么招牌掉下来 都会砸到一个导演 那种感觉 对就是反正1314年 应该是最高潮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 就发生什么事情先 我帮我问 先资本退潮吧 退潮可能就是 这具体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 对 因为我受过太多磨难了 就是慢慢的 它不是 它是一下子跳到很高 但是是 也不是马上调查 是一年就16178 就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样 下降 就是没那么夸张 没那么疯狂 税务大震荡那个时候 是最快撤的 因为其实在税务大震荡之前 我还听说有影视公司 拿了资金之后 不停的在买IP 当时大家都是不停的在买IP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以后有机会再讲为什么 但是当时我记得 在税务大震荡之前 比如说之前几个月 还是这样的状况 甚至有公司囤版权 光囤版权 就花了上亿人民币 毫无意义的吞 所以其实不管外面怎么说 还是不错的 那你觉得 这十年经历过这些 有的没的关卡 你觉得哪一个关卡 是真正让你感受到 演艺圈好像有点 比较辛苦了 如果是资本退潮的话 那因为它是慢慢的 不会有很大的感受 但是如果感受比较深的 应该是2018年年中左右吧 就是税务问题 就是有艺人偷税漏税的问题 什么阴阳合同的问题 好多人被罚款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范冰冰 他给罚了81人民币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 当时大家的焦点 都放在艺人身上 艺人补了多少税 罚了多少款 实际上幕后人员也不好过 我记得当时有个编剧 他不是说算很红 然后他跟我说 我也补了这个税金 他补了16万 我不知道 他可能是 他是因为没有工作室的问题 不像我们这样子 所以他一口气 就清光了他的存款 没有啊 有没有清光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失血很多 反正那个时候 他给了一个期限 你在某年某日 应该是那一年 18年年底吧 就是如果你在年底 不补这个税的话 他就可能受到重罚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工作室 所以到现在已经不行了 这刚刚有新的税务规矩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 就过去10年 我们做编剧也好 艺人也好 都可以自己开工作室 透过一些税务的法律 上次讲的合法避税 那现在不行了 其实对于编剧来讲都还蛮冤的 因为每一个编剧出来 都不可能马上成立工作室嘛 而且当时的风气是怎么样 很多的编剧合同都是含税的 我们并没有去缴税金 都是甲方负责吗 你记得吗 所以突然之间 有些编剧碰到什么补税什么 他们都蒙了 对都蒙了 所以当时其实有一片混乱 然后还有什么 如果你甲方没帮你交 责任也在你身上 可是有的甲方都倒了好吗 就是莫名其妙 这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可能补充一下 真的不是每一个编剧都有工作室 谁总可能一做编剧就有工作室 这补充一下就是 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就是 大陆的税务法是 有给钱的那个人帮你代交税 就是比如说他给你30万 你要交随便说3万的税 出版社也是这样 那他就会给你27万 出版啊写作啊都是 他就给你27万 那3万呢 他就自动帮你交税 对 所以作为我们乙方 编剧也好作家也好是不用交税 不是我们不用交是已经扣税了 已经扣掉了 但是呢后来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很多那个甲方他根本就没有交 对对对 他根本没有交 那你作为那个编剧 其实如果有经验的编剧呢 都会跟那个甲方要一个叫完税证明 就证明甲方帮你交了税 但是说真的 有时候你连编剧费都要不回来 你怎么可能还要完税证明 他人家给你钱已经很高兴了 还问他 我真的 哪里敢说完税证明 每一个寄货方都会答应你 我一定会给你交税证明 但说真的 10年来我一次都没见过这个完税证明 因为是会计师叫我一定要追 他说甲方是有责任去帮你帮交税 所以为什么你的朋友要补税就是 因为他根本就拿不到那个完税证明 所以不就是要自己套钱出来交税 是的 那16万就是他自己的钱 对啊 因为有时候甲方一个机座公司 他拍完戏就没有了 这个剧组已经闪了 机座公司已经倒了 之类的 所以有时候你根本就拿不到这个证明 说远了 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难 因为那个 我只是那个 我记得有一次你去改 改稿 你不是去他们那个录音的时候 那个你去现场改 改稿 然后说好说 那天还要再另外给一点钱 你记得那个是吗 结果也没gay 对 有时候是口头上说 你帮忙去改一下台词 给你一点钱 明星在录音的时候 在配音的时候 不是录音 然后对 他现场想要再调一些台词 对 对啊 但是他不给 你要 没办法嘛 因为我们很现实就是 剧本归剧本 然后你 到那个后期配音的时候 如果你还要改的话 你还是要给钱嘛 所以我们都会先讲 讲好之后 然后他去改的时候 那个钱很少啊 对啊 因为就是去了一个晚上 然后再来就是政治立场 劣迹艺人这些 都有蛮大的影响 对啊 因为你知道这港台艺人 那个所谓的政治觉悟了 就没有大陆演员那么厉害的 比如说 然后举个例子 就像那个我之前有个电影 就是主角是周伯豪 他 好愿烊哦 他是一个很乖的艺人 因为他在IG上面呢 讲了一句话 就让很多小粉丝不喜欢 然后他也跟香港一个很有名的人 有一张合影 结果呢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电影呢 本来就是要在暑假上 结果压了整整的一年一半 到第二年的冬天才能上 对 而且我觉得 你知道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这背后还有别的 有一次我听人家讲就是 有人还会利用这种去举报 私底下去举报你 就是其实你没有什么政治理想 或什么的问题 可是他就用举报你会干嘛的方式 就让你有导演因为这样子丢了工作 举报的话 让我当时都有个冲动 想说去列一份我仇家的名单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好轻松 我当然不能告诉你 举报不是秘密的吗 你也不知道这样子互相举报 结果整个圈 他怎么知道我举报的 全都爆炸 互相举报很快就整个圈都没有 是啊 因为如果你发现你其实不用什么钱 只要举报就可以 找一个把 所以把所有收入比你高的艺人都举报一遍 不是啊 我当然是举报我认识的 那现在我才不管 就是我认识的曾经得罪我的 说我丑的那些我通通都想举报 算你丑就是政治不正确 当然啦 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好 因为大家要知道以前的竞争可能是 打个比方电影上映的时候 我买水军 明星要干嘛 要竞争的时候 我也是有团队互相操作什么的 他们要花很多钱的 但是后来不用了 我只要找个方式 见缝插针 说你的政治立场就好 轻轻松松你就挂了 对这个 你就没有工作你就这样子 这个太太厉害了 对因为以前就是可能是作品跟作品 啊你的作品不好看啊 我的作品比你好看 我比你漂亮啊 或是今天 或是今天你说我跟有富之富 我明天我就说你有私生值 对吧 现在通通都不用了 对 这是只要我在他的IG啊 Facebook里面翻到有某一句话 可能是触碰到红线的 那你就死定 不只是目前幕后也是 对最常就是 不只 比如说我刚才说赵博豪那个例子 他只是说了一句话 结果我们是整部电影都不能上 那你整部电影就影响了投资方啊 而且那个电影是三部 suppose是三部去 你知道后面都没了 你第一部有问题 那第二第三部老板就不愿意拍了嘛 那个风险就增加了 所以呢为了防止这种 就是艺人讲错话 那我觉得现在呢 就有一些新的季度出来 就是经纪人 就是用经纪人 就是参考朝阳大骂的方式 用民众去监控民众 用经纪人去监控艺人 那你觉得经纪人资格考试 对于管制艺人 对于这个改善炼机艺人的这个现象有没有帮助 这个暂时不知道 但是先科普一下 因为我这几天看很多 YouTube的KOL了 都说哇那个港台的经纪人要考试 是首创 以前全宇宙首创 以前全世界都没有这个制度的 但是这个我要更正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多KOL他可能没有在 没念书吧 不是没有在大陆生活过 真 哪怕是我很专重的消费人身上 他都讲错了 他可以查的啊 而且他有团队帮他写稿 我不知道 我发现我每一个KOL都是错的 要科普一下 大陆那个经纪人资格认证 其实从2006年已经开始了 因为我其实我以前在大陆也做过经纪人 我那个时候想去考那个牌照的 就是但是他有可是你们可以不用考 对不是 其实那个时候是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跟几个朋友有家公司嘛 那你一家的经纪人公司里面就有一个人有 哦就可以了 对所以后来我就派了另外一个同事去考 他考上 枪手啊 不是不是他考他有牌照我没有 但是因为我们是同一家公司嘛 所以他有的话我们整个公司都可以做经纪人 然后这个牌照其实也没有那么难考 他考什么啊 就是要考这些 其实没那么难啊 因为我记得我那个同事呢 他就是去反正就是上了四堂的课 然后就去念了一天的书就能考过了 虽然说是那个什么课程有一千页的资料 但是呢就是跟考那个 跟B站的考试比起来 对对那是那种 考渣照的一样 其实有那种 那个叫什么 精选课程 可是B站的考试我第一次没考过 就是你 你其实有资料的 你就看那些资料就 就念一天书就能考过 然后钱也不多才三百八十块 那现在是每个人都要考 现在是每个经纪人都要考 而且呢 你也要报名不是每天都要考 一年只能考两次 就是今年二二年是三月份跟八月份啊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大陆发展的话 做艺人经纪人的话 做经纪人的话一定要 演员要不要考 这个我就觉得如果经纪人考了 会不会将来连艺人都要考了 这个有可能吗 可是我觉得考经纪人证也好 演员证也好 是不是真的能够对于 管制这个行业的风气有用呢 你比如说你背一些什么规章 背一些什么思想这些 因为大家都已经成年了 该就是这个东西很定型了 你真的能够透过这个去 你有可能去背一些那些 就突然不嫖妓了吗 就什么我不知道 就等于你要开车要考驾照一样 你考完驾照也不代表你不会撞车 但是你起码就是 我觉得规矩那个事情就是一定会有 而且也会越来越紧 我反而担心香港已经回归了 所以没有一个宪法上面的矛盾 我比较担心你们台湾 那个台湾艺人台湾经纪人 因为那个考试有就是明文规定啊 一定要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其实逼死艺人就对了 那台湾艺人如果你同时要要拥护中华民国宪法 那会不会有一个矛盾 这个我就不想说 那当然会啊 这个不是矛盾不矛盾 是是线对线 其实就是要你站队 你要赚哪边的钱嘛 对不对 所以这对我来讲 我比较在意的是实的而不是虚的 因为我确实知道一些艺人 比如说一些大陆艺人他很爱国 他所谓的他甚至是爱国艺人 可是他老婆一怀孕就马上送到 第一个就送到就飞到美国去生 或者是说是爱国 但是你知道钱赚饱了就要走的那种 可是效忠可是很厉害的 不管什么节日干嘛的 永远就是一直什么祖国万岁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 就这种东西对我来讲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我比较在意实质的 所以有些艺人什么的 如果他看开他就觉得好吧 你要说你要听什么我就说什么 反正我是来赚钱 我赚差不多就对不对 这不只是台湾艺人 或者是哪里的艺人 有些艺人会觉得 我不较真这个事情 无所谓就是说嘛 但是也有艺人他会较真这个事情 然后他去认真的去选 他的立场是什么 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B人表态 你其实是希望他是真的 站在你的立场 A的立场或者是B的立场 你是希望他真心的吧 你不是希望他说谎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这些政策 包括强迫人家写中国台湾 什么这些 他其实都不代表这个人怎么想 最后就是好多好多的谎言 比如说被骂得要死的台湾表妹 有没有 就是我之前我就在网上我就发 我说我不管这个台湾表妹 她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都不用看她的内容 请各位就看她的那个 讲话的语气方式什么的 你就可以 你知道鸡皮疙瘩都起来 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是 好虚伪好虚伪 可是实际上呢 他只要讲个 我爱祖国 我今天有了祖国大陆的身份证了 辞声不悔 不滑响 这样他就可以赚钱 我不知道这个是大家要的吗 反正在我来讲 我是觉得这些事情搞到很多人很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表演 这到底是你要的是表演 是谁会作秀吗 是谁比较会作秀吗 对啊 就是我觉得艺人要表演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哪怕 比如说香港很多政治人物 他每天支持中国法律 但是他所有家人都是英国人 不是住在英国 是英国人 他们所有家人都是有英国的护照 然后什么叫大家在支持香港的教育 但是他两个儿子都在澳洲念书 我们常常会觉得 好滑稽哦 就是你嘴巴讲一套 但是身体是最老实的 当然 好不管是什么原因了 如果港台艺人不能再赚人民币的时候 怎么办 我记得港片最盛行的时候 应该是差不多30年前吧 当时香港的店应该是没有靠大陆市场 对吧 对因为那个年代就是 没有正式的发行到大陆 80年代 对8090年代 就香港店最蓬勃的时间 就是所谓一年生产超过 平均130部港产片的时候 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大陆市场不存在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那个盗版 对 所以还不存 因为没有正式发行 那当然就是盗版 对 所以但是 我记得有一个我很尊重的香港 编剧界的前辈叫刘天赤老师 他讲了一句话 我还很深的印象就是 以前香港电影没有大陆市场的时候呢 可以走遍全世界 后来有了大陆市场了 反而 走不出 这个地方 对这个也是很奇怪 其实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们算30年前好了 当时香港的一线明星 比如说陈隆大哥 他的片酬是很高的 我记得是应该有400多万 对 应该我记得是 一部片酬 大概八九十年代 从已经 他是第一个超过400万片酬的艺人 而且那个时候400万 在香港可以 买好几个房子 买好几个啊 400万港元 对啊 几十年前 是 对啊 所以就很厉害 而且 再来周星驰是300万 周星驰好像是300万 但是因为他拍的多嘛 你想想周星驰光1992年 就拍了12部电影 对 一年拍12部电影 而且他们有外部市场 他们 那个 新马太啊 台湾啊 日韩这些 可是真的是 到了大陆之后 到大陆发展 一开始挺好的 那个时候的 港片市场真的很好 不管是艺人的收入也好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收入也好 都是蛮不错的 对啊 就是又用1992年 为例啊 那一年就是最高收入的电影是 神使官 大概五千万左右的 那个年代五千万不得了啊 年轻的观众可能没影响 但是那个年代就是 周星驰最红的时候 120部港场片里面 头五位都是周星驰的电影 平均一年的港片的收入 十几亿港币啊 现在好像十而一很少 但那个年代真的不得了 而且台湾也不是靠大陆市场 那个年代台湾应该是歌手 是最厉害的 我记得 好多歌手 比如说周杰伦付到的时候 就很红啊 这个MV啊 就要拍一百万港币 那都蛮多的耶 我记得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应该二十几年前 台湾歌手拍 一般歌手拍一个MV 50万台币都已经算不错了 因为周杰伦他是像电影一样 你记得上 他有一个唱片叫Fantasy 他就里面每个MV都是电影一样的 大牌就是大牌 所以后来这些港台艺人到大陆去发展 那赚的就是更多了 不得了 对啊 就像陈美婷刚刚说过的 他绝对在大陆赚的钱是香港的一百倍以上 不止 其实不止台港 韩国艺人也是 你知道在韩国艺人上综艺节目 其实好像没什么钱嘛 但是到大陆 比如说以Rain来讲 当时他去上那个好男的时候 拿50万 人家给他50万人民币 他已经是 他经纪人他们已经是很高兴了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预算我所知道是 可以开到double的 所以对于艺人来讲呢 我相信他们在大陆都有 捞到好几桶金 对这过去十年确实 做艺人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我觉得这种好日子已经 真的到了 现在赚钱真的没那么容易 是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 大家都是这样 我觉得是整个圈啊 没有分了 反正是整个圈台间 幕后 比以前就是比刚才我们提的 这个黄金十年 已经过了 感觉已经过了 那怎么办啊 你觉得呢 那港台艺人何去何从的 也是我们这视频的主题 那怎么办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其实在港台艺人 还没有大陆市场的时候了 还是好好的 只不过后来就是有十年啊 很容易赚钱 但是哪怕这个日子过了 那 也不要灰心伤志 是这个意思吗 只是美音那么容易赚钱 不代表这个世界末日嘛 这好虚哦 就等于 好了这个本期视频结束了 你就 我不知道你讲为什么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你怕什么你就讲吧 你想什么想法 举个例子 像林兴如 黄祖格格的三个女生 她可能发展没有另外两个好 但是她现在离开了大陆市场了 回归到台湾市场 那去年她就两个电视剧非常受欢迎 听说那个华登初上 她就是卖给Netflix 就卖了三一 所以她是作为制片人她应该也赚不少 所以不一定很可惜没了大陆市场 本土的市场也是有可为的 对 然后香港这几年又多了很多新人 在本土的表现也是非常好 谁啊 比如说Mira Era 你都没听过了 我都其实都不太熟 我就很抱歉 就是我 我有时候我都觉得我是活在什么世界 我记得好多年前就是 有一次我经过一个 就是我跟朋友我们去吃饭 然后旁边好像不知道什么夜店 还是什么 好多人排队 我排死了 那你当然知道说是有个什么大明星 或者什么偶像的经过 然后我就好奇问一下说是谁啊 结果那些小女生就说 EXO 韩国那个眼睛 对对对对 但是我当时完全是什么啊 对就像现在刚刚香港 比如说Mira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说很红的 对刚刚香港那个颁奖里 他们每一个拿奖的人 我都不认识的 但是听说他们在香港都很红 也是挺赚钱的 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去大陆市场去 因为你不守那些游戏规则 几十亿几百亿 然后你要可能面对给人家什么透税 要罚你几亿啊 尤其得罪我我一定要举报 要举报啊或者是被消失 被嫖娼各种的问题 还是被嫖娼或是主动嫖娼 这类的问题啦 可能遇到各种的问题 你可能解决不了啊 或者甚至你的经纪人都解决不了的时候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不代表你在本土你可能赚的钱没那么多 但是不代表你不能成功 对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像徐克啊 林超贤啊能够赚 达到最非常高的高度啊 对对于其他一般的艺人来讲 或者是幕后工作人员来讲 我觉得反而是稳稳荡荡的生根一个地方 然后你一直有机会赚少少一点也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走一辈子 像刚刚讲的港片辉煌时期的那些演员 很多都是演了一辈子 比如说梁小龙啊 嗯 还有很多嘛 袁华袁秋那些都是从好年轻 就一辈子都在这个行业 所以不管是在大陆的港台艺人觉得自己发展没那么好了 或者是其他的港台艺人 你也不用觉得说一定是要来大陆才有机会 才有钱赚 你还是有其他的选择 就是待在原地 你觉得呢 但是以现在香港的创作环境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难回到八九十年代那个黄金时间 对对对 相传还是可以的 但是以创作来说 我觉得台湾反而比较有机会 那就好 OK 好 本期的话题已经有了结论就是 如果港台艺人觉得在大陆发展 受限 可以考虑回去 如果是新人也可以考虑待在原地发展 香港会稍微困难一点 但是不代表没法生存 而且如果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可能起码香港的电影工业会慢慢慢慢的再复苏 也许不到以前那样子也没有关系啊 它还是有可能慢慢起来 因为曾经大家有印象吗 有多么喜欢港片 我不相信说过了二十年 大家突然间讨厌港片 只是说你一个世道要起来的话 不是靠小猫两三只嘛 而且也需要时间 而且现在多了很多渠道嘛 就是比如说香港去年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组合 叫适当真 他们就纯粹在那个YouTube平台上面 对对对 拍片拍故事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沮丧 这个是我们两个想了两个小时之后想到的办法 OK 就是不要勉强啊 不要勉强 好 那么谢谢大家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 分享 点赞 关注 真的讲这个有必要吗 有有有 是有必要的 你看现在马上 有人点了 有人点了 分享 收藏 收工了 收工了 下次再见 拜拜